黑洞 一个深不可测的宇宙岩见之一 我们很难以想象的是 在早期黑洞并不是由观察所发现的 黑洞的发现完全是由科学家 利用数学模式所计算出来的 这时候你就不得不佩服以前的科学家 他们利用计算数学物理的方式 算出了黑洞 在没有观察的结果之下 我们就察觉有黑洞的存在 因为看不到 所以最早期人们根本不相信有黑洞这回事 一直以来都被视为一种科学的理论 不过因为早期的科学并没有那么发达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在遥远的一方的黑洞 只有科学上计算的数据 但是并没有真实的观察到 不过我们一直认为 在许多银河系的中心 有着许多的黑洞 利用各种的佐证 例如重力波 例如透镜效应 我们可以知道黑洞存在的地方 一直到2019年4月10号的时候 一个大学的科学计划 终于拍到了黑洞 这也是人类第一次直接观察到黑洞 由于这次的拍摄 科学家才证实了原来黑洞真实的存在 当真实发现黑洞以后 你能想象你听过黑洞的声音吗 在NASA最近有一篇文章 他里头提到 其实在2003年后 科学家就会觉得 阴仙座星系团中的黑洞 一直和声音是有关系的 不过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呢 太空中基本上是真空的 黑洞在太空中 就算发出了声音 声音要怎么传播呢 其实科学家发现 阴仙座星系团的黑洞 所发出来的压力波 这种压力波会挤压星云星团 因为星云中带有大量的气体 所以压力波一挤压的时候 就会造成气体一阵一阵的波动 这种波动 科学家将它转变成声音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声音 让我们听到 不过利用适当的调整以后 才转到人可以听到的声音的波长 这时候你就可以听到黑洞的声音了 以下就是NASA科学家 所转变过的黑洞的声音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当听完这些声音以后 你会不会觉得很神奇呢 仿佛是一种很神奇的声音 对不对 好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 最近还有最大的新闻 我们拍到了第二个黑洞 我们下次再来讲这个议题 我们下次见 拜拜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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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